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坚持走路却走坏了膝盖 也就是说有人在走路中获益 有人却走出问题 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 还有人说走路与寿命之间还存在关系 说从走路能看出寿命长短 是不是真的 下面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 一 寿命长短可通过走路看出来 这一说法主要来自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做的研究 在研究中 研究人员发现走路快的人 实际寿命比平均预期寿命要高 而走路快的人 走路速度在0.8米每秒 甚至有的人走路速度比这个还要快 这里也是需要说明一下 研究中的走路速度快的人 是一直都保持这样的走路速度 而不是刻意的走路快 要知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运动能力会随之下降 尤其是在去世的前10年 运动能力下降会尤为明显 其中一项运动能力就会体现在走路上 研究中发现 上了年纪的人 在去世前10年 走路速度明显变慢的人 死亡风险也随之增加 这一点在皮兹堡大学做的研究中也有体现 走路慢的人与走路快的人相比 死亡风险上要高出很多 走路慢的人死亡风险可达77% 走路快的人连30%都不到 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 在上了年纪后 走路速度依然很快 的确会存在一些优势 骨骼会更加的健康 心肺功能也比较好 心血管也会更加健康 从这几点可以看出走路快的人 身体相对来说更好 也就更容易长寿 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白 影响长寿的因素有很多 光从走路这一方面 就去判断一个人的寿命是长还是短 难免还是有点欠缺证据 所以还是需要理性的去看待 二 走路有三个特征的人要小心了 一 走路时老觉得身体不舒服 没走几步路身体就开始出现不适 有的人会出现头痛头晕现象 有的人则会有呼吸不畅胸闷胸痛或者心悸的现象 还有人会感觉到腿痛脚痛 也有人在走路的过程中出现腿发转 腿脚麻木和抽筋现象 严重的还会出现摔倒的情况 这些表现一旦频繁的发生就不能轻视 极有可能是身体内有疾病的信号 需要给身体做一个详细检查 二 走路齐形怪状 正常都是平稳走路 可以走直线的 如果突然间发现自己走路不平稳 出现走路画圈或者脚步不稳 就像是喝醉酒一样也是应该留个心眼 有可能是心血管堵塞的信号 还有人走路会伸一脚浅一脚 又或者是跨步很艰难 有点颤颤巍巍的 这些情况出现也是需要提防骨骼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三 总是走走停停 刚走一小段路就感觉很累 腰腿都有酸痛的现象 歇息之后又会逐渐的好转 继续走路后不久又会感到累 就这样 没多远的路却走了很长时间 更为关键的是 不休息 这条路也是走不下去 如果出现这些现象 说明衰老来了 又或者是疾病牵绊住了你的行动能力 需要及时就医 否则问题会变严重 对寿命的影响也会变大 走路与寿命之间 确实会存在较多的联系 却不是唯一的 寿命的长短 更多的是靠自身努力 想要长寿 在日常中 多注意保养身体 少做伤害健康的事情 长寿会主动靠近你 走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 世界上最好的运动 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一篇论文 研究人员在2011至2015年 对1.8万多名平均年龄72岁的 美国老年妇女进行调查 让她们连续7天佩戴记录设备 记录下了每天行走的步数和步速 然后在2018至2019年间 跟踪调查这些人的状况 发现有504人已经死亡 由此分析得出了 每天走路步数与死亡率的关系 分析的结果是 步行的确有益健康 能够有效降低死亡风险 每天行走每增加1000步 死亡率就降低约15% 在每天步行达到4400步时 死亡率出现了显著下降 与每天2700步相比 死亡风险降低了大约40% 每天行走越多 死亡风险就越低 直到每天行走达到7500步时 死亡风险不再下降也不上升 所以结论是 老年人每天步行7500步 对于长寿是最有利的 4. 正确走路姿势 1. 倒着走 倒着走可以缓解腰痛 根据生活经验可知 我们的腰部和背部肌肉 很少得到锻炼 而倒着走 恰好可以弥补这种运动上的不足 其实很简单 每天只要离开椅子 抽出30分钟 采用正走和倒走相结合的方式 就能让腰部肌肉得到锻炼 增加腰部力量 2. 走一字步 走一字步可以有效防治便秘 其主要原理是通过扭动胯部 从而锻炼腰部 加强肠胃的蠕动 规定500米左右的直线路程 仿照模特步的走法 在直线道路上左右扭跨前行 动作幅度适中 3. 点脚走 肾不好的朋友 可以采用点脚走法 每天坚持十几分钟的垫脚走 可以充分按摩足三音 通过穴位刺激 达到补肾的效果 但这种方法 对于老年人来说 有一定的难度 建议在有帮服务的情况下尝试 尤其是有骨质疏松的老年朋友 不要做点脚走的尝试 4. 敲着走 腰围部达标是很多朋友的心病 内脏脂肪超标 是很多人要过的一道坎 而在溅走的时候 加上敲带脉的动作 有减腰身的作用 这也是腰圆群体的福音 每天只要坚持三十分钟 走路时戴上双手 敲打两侧腰部的动作 腰围达标将不是无法企及 5. 那么走路到底有哪些养生功效呢? 通过走路来锻炼自己的身体 能够增强心肺功能 有利于心脏的保养 在找的过程当中 能够让自己心情变得愉悦 可以保持心情平和 可以抛弃一些烦躁和抑郁等不良情绪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也是利于心脏保养的 有研究发现 经常进行走路锻炼的人 有利于血管的健康 能够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2. 预防大脑萎缩 有研究发现 每周走路不少于9.6公里的人 大脑体积会增加 能够预防大脑萎缩 可以提高记忆力和智力 能够预防老年痴呆 3. 预防糖尿病 大家都很害怕糖尿病 其实想要预防糖尿病 是很简单的 只要每天抽出半小时的时间走路 那么就能够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 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 是导致糖尿病发病的重要诱因 4. 预防下肢静脉血栓 在走路过程当中 下肢的肌肉会收缩和舒张 就会让血液从肢体远端回流到心脏 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 能够避免下肢静脉血栓 而且能够充分地活动怀部 5. 预防颈椎病 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的头部和颈部都会自由地活动 而且肩背部也会活动 这样就有利于颈椎的健康 可以起到预防颈椎病的作用 通过走路能够缓解长期保持异种姿势 而引起的肩背部肌肉疲劳 以及关节疲劳等症状 对于颈椎病的防治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6. 有利于肠胃的保养 坚持走路锻炼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 有利于促进消化 对于消化不良和便秘 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对于一些长期久坐不动的人来说 更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和便秘 所以在平时可以采取多走路的方式 来缓解这些症状 上面介绍了走路的六大养生功效 看了之后是不是有些心动了呢 所以说走路是不用花钱的养生保健方法 在闲暇之余 一定要多抽出时间 到户外走动走动 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而保持青春活力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